中国航母出港11次挂的日本国旗近日,中国首艘国产航母离开大连造船厂码头,开始进行第二次试航,但是许多人注意到一个问题, 那就是中国航母的舰岛上,除了挂着中国国旗外,还挂着一些五颜六色的旗子,其中一个跟日本国旗很像,中国军舰要挂日本国旗,令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,突为中国驱逐渐挂日本国旗,其实所谓的日本国旗,其实是船舶性好奇,在过去通讯技术不发达,海上航行的船只通常会使用各种彩旗来传递信息, 对外界传达本件状态,船舶使用的信号,其一共有四十面,分别由不同形状不同图案组成,其中有代表26个英文字母的字母旗,也有代表10个阿拉伯数字的数字旗,也有回答旗,代旗等,图为船舶信号旗,而所谓国产航母挂的日本国旗, 就是信号旗中代表阿拉伯数字1的意思,而且不同的信号旗组合,能对外表达出各种意思,比如单挂A旗表示本船下面有潜水员,B旗代表自己携带危险货物,F代表本船受损或有船员受伤,C旗代表本船遇险, 而国产航母出港时,挂载的几个组合信号旗,代表领航员已经到位,图为辽宁舰挂满旗,船舶信号旗还有一个作用,就是每逢重大节日,重要人员参观,出访,迎接国外军舰来访时,从船首到船尾,都需要挂满旗致敬,但是需要注意的是,所挂的信号旗不能有代表作战,空袭等意思, 而且,如果该国国旗,与某个信号旗一样是相仿,则不能将此信号旗挂出,也就是说,如果中国军舰去日本访问,就不能将那个代表阿拉伯数字1的信号旗挂出,图为海军官兵向参观人员介绍信号旗在高科技通讯技术,越来越普及的今天,传统的信号旗作用越来越低,已经逐渐变成一种装饰,迎接外宾的工具, 但是在军舰上,信号旗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,尤其是在战时需要各舰保持无线电镜末,信号旗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,而当作战时舰船受损,通讯系统被打坏时,信号旗仍然是对外通讯的重要手段之一,责任编辑。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